我们就这么分析一下 咱们就分析一下这球 慢 短 沉 对吧 那你这三个失误点 都是我们做不好的 都是咱们没做好 那咱们就分析一下的特点 分析完特点 我们就给它解决方法 是吧 第一个咱们来说 球慢能不能强点 不能强 我们再比如说 咱们就拿正手工球 大家都会打正手工 它是一二三 训练的时候都是 非常匀速的训练 打发球机可标准 打比赛也可标准 那为什么一到比赛的时候 就第一个这样 第二个就这样 第三个就这样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对手在给我们球的时候 他发生了弱点和速度 长短的变化 那我们的动作 因为我们只习惯于 这一个节奏的动作 当球发生了不同的时候 我们的动作为了保证上台 所以它产生了一些变形的动作 这个变形的动作 是每一个球友 无论从专业运动员 小孩子还是一业余球友 都会出现的 那么这种变形 要怎么去改善呢 练 没有办法 要不徒手 要不多球 要不靠粘头 你要凭自己的意志 别变形 别变形 好使吗 不好使啊 我告诉你不变形 他听咱们话吗 他不听啊 大家说是不是 谁都知道不应该变形 但他不听我的 我的脑袋告诉他 别变形 他还是变形 为什么呢 是因为没练到 在处理不同球的时候 我们都用了一种方法 所以你的动作产生变形 没有练到这个量 没有形成正确的动作记忆 下意识的动作就是错的 那像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第三个球 它是一个慢球 我在一二三 你明显要有停顿动作 然后三 你看 一二三 来 一二三 它有一个明显的停顿 就是你在等点 那如果我意识里没有 你的手都在一个正常的 看 动作节奏里面 我必须要有意识的控制 这个球的节奏 如果你的对手慢 这下你也得慢下来 你要是快 我们就变成这样了 强点 经常人家飘乎乎的球 我们都打不上 人家硬碰硬的球 我们都能打得上 原因就是对方被动了 他给我们的球很软 我们打出了一种很急的状态 但是如果大家呢 能够有一种节奏上的意识 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 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当对方球慢的时候 你的第一警觉不是出手 不是得着个机会赶紧发力 而是这球我不能抢 比如说这个半高 你看来球之后 等等出球 半高等等出球 那我们要是不等的话 我们就这样 要等等出球 等等出球 等一下稳定了 站好 然后再出球 因为半高球 它的弧线高 它的球速 一定比弧线低的球速 要慢很多 所以你的动作结构 和出球之后的动作节奏 一定要把握准了 哪怕你停顿犹豫这一下 你都能对上这个点 不能再按照前面的动作节奏来走了 这样是很容易 这样是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好不好 这是我要说的 第一个 慢的问题 大家要有意识地等下来 好不好 来说我们下这个 감筹 这排成员 在平我来到 转至赌卖